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如果地不滑的话 它几乎推不动我的 不管几个人都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力学的一个点 任何人都可以学会 如果不懂的话可以看我之前那个课程 那今天给大家讲用什么方法能把这个力给破解了 然后呢把它给推动 首先呢我看啊 它做这个动作 做同样的这个动作 当它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它这边撑住 腰撑住 那我去推它的时候 你看 我只能说把它给推后 如果说它撑紧了 撑紧了 如果说它这个脚步滑的话 其实 其实我也是很难推得动它的 懂吗 但是推的时候要用另外一种方法 哪种方法 给大家实现演示一下 我们不能往后推了 因为往后推的话 它撑着这边 等于说是直接是往下推的 看似往后推 其实呢是往下推 所以说呢我们要换一种推法 撑住 换一种推法 用我们的身体的力量 换一种推法 往上推 懂了吗 当我们往上推的时候 它的力已经离开了地面 它就没有一个支撑点 它没有这个支撑点的时候 自然就会推起来了 来 再给大家做个示范 这边撑住 撑住 推 往上推 理解了吧 这就等于是把它推起来了 那很多人说 它很沉啊 我推不动它 首先你自身的力量也很重要 如果说你很瘦弱 那当然你也就推不动了 因为它如果很胖的话 你肯定推不动 但是呢你要注意 我们这个力是 从下往上的 从下往上这个力 如果有一点弯度 你就抬不起来 推不动 来 坐好 所以说呢 我们的手撑住之后呢 是从下往上起 从下往上起 只要你能站起来 只要你这样子站起来 它就会被推走 反过来它推我 它推我 先别说 先往后推 往后推 你看 它往后推 怎么都推不动 好 换 刚才我说的那种方法 往上推 往上来 往上推 再来 有力 有力 看 反而其实我要扛住它这个力 稍微有一点点困难 因为它要把我的支撑的力 给我卸掉 除非 除非这样子 除非 它推的时候 我尽量地压住它的手 或者压住它的身体 让它不要往上推 那这 那这当然了 你压住它手 压住它身体的话 那等于说用三点的力 又是这个力学的 你把它压死了 那它就推不上来了 可是我们就是松手的话 很多 很多 太极上面有讲 就是松开手 把别人对方推你 推不动 但是 对方如果用这种方法推 就可以推动 你学会了吗